第四季节目 黄欣灵 郑秀妍以及谭文维等18位姐姐争夺冠军 因此是否可以晋级总决赛本次武功终极分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根据赛制作为师姐的娜英和宁静将不再参与公演 退出团战成为裁定官 二人各自拿出手里的一到两个胜利席位 供姐姐们在第五场公演进行争夺 这也是与之前两季的成团规则的不同之处 结合四季比赛的排名 前两位的队伍有权从后两队中挑选一人加入到自己的组内 作为获胜队的郑秀妍组直接就挑选了余文文 郑秀妍很认可她的音乐才华 对于余文文来说 不用再担任队长 背负队员被淘汰的压力 这无疑是个解脱 并且加入了凹凸组后 六个人无论是训练还是日常交流都十分的和谐 没有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谭维维组本应是重组 并且王兴灵想要选择谭维维组的薛凯奇 或者是郭彩杰被选择的人不能拒绝 但没有想到薛凯奇听到消息后马上就哭了 一脸委屈的坦言自己不想离开谭维维队 但无论是她还是郭彩杰 任何一个人被选他们组都会被打散 这时候的薛凯奇哭得更厉害了 王兴灵组看到这种情况都一脸震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茫然的看向了薛凯奇那边 作为队长的王兴灵 看他哭得这么伤心 面露难色 一方面是不好意思拆散谭维维队 另一方面想选自己心仪的人 毕竟承担着整个团队不被淘汰的责任 最后善良的王兴灵为了不拆散谭维维组 权衡再三后选择了唐诗义加入自己的队伍 这样的做法可谓是十分的暖心 尽管照顾到了每一位姐姐的情绪 网友们纷纷表示心灵大气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就算赢也赢得很有风度 看到自己没有被选的薛凯奇也立马起身 看向王兴灵开心的笑乐 还特意去拥抱阿萨他们 这情绪转变简直不要太快 其实薛凯奇会哭从感情上能够理解 他和郭彩杰基本上没有打散过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自然容易产生依赖 可是他也是几个姐姐中 比较害怕去适应新环境和新朋友的人 但如果不是碰到王兴灵和他的队友 薛凯奇恐怕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毕竟职场上是不相信眼泪的 想要主动权就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 在真人秀上可以说是姐姐们感情争执 但抱团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 比如薛凯奇一直在谈威为主抗拒心的变化 其实也让自己少了很多的可能性 明白强扭的瓜不甜 唐石屹被选到王兴灵组其实也不错 无论是风格还是气场 作为专业舞者的唐石屹和整个团队都很默契 无疑是增强了团队的阵容 最终武功竞演的分组结果得以确定 但王兴灵的格局远不止此 从目前爆料的武功比赛结果来看 在排兵布置上 他再次的帮助了谈威为主 参与了现场节目录制的观众讲到 谈威为主在公演第二轮首类成功 拿到了两个成团席位 而输掉了武功第二轮的王兴灵 获得了一个成团席位 其实王兴灵组本可以三轮全胜的 钟心童 吴锦炎 唐石屹 并不是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三人秀的最好人选 尽管谈威为主选取 真的爱你是张王牌 但如果面对王兴灵 蔡卓妍 钟心童出战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凭借超高人气 互胜概率非常大 甚至可以说赢定 不知情商高的王兴灵 是不是为了平衡三轮比赛的结果 突出谭文维组和正秀元组的优势 抑或是为了队友着想考虑到 唐石屹和吴锦炎目前的人气落后 需要增加他们的曝光度才这么安排 没有达到成团席位的正秀元组 在总决赛成团业之时 大概率会失去竞争C位的资格 这样一来本季浪解的C位 将在王兴灵和谭文维之间产生 目前王兴灵的C位的呼声最高 我们从节目里看到了他的努力 坚毅且谦让充分展现了女性的力量 三公受伤时偷偷的遮挡眼泪 舞台上一样拼搏 四公时不以自身利益为目的 明明需要畅将加入最后选择成全 武功策略以队员为重 是真正的心吼如意的队长 不会说一套做一套 对赛制永远人间清醒 尊重节目尊重成员尊重竞争对手 情商智商双双赛线 但小考缓解之后 谭文维组是纳拥心中的第一 并没有选择王兴灵组 不知有没有偏爱的成分在里面 姐姐们的出色的表现 带来了很多欢乐和话题 对于观众来说 自然希望自己所喜欢的选手 能够一路晋级到总决赛 但淘汰的规则无法调整 遗憾发生再所难免 目前成团的名单都只是网友猜测 最终结果还要看决赛正片的播出